早安 今天是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I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正圈 金融受值分析师聂振帮我和谈海环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 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市场留意到美国债息之前倒挂 现在结束了 到底后市方面有什么启示? 另外见到阿里巴巴进入了港股通 对于未来的交投以至股价表现是怎样? 稍后会谈谈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的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反弹 导致一度升超过600点 美股上星期五下错之后 周一急弹 市场憧憬美国经济会出现软着陆 苹果发布会后反复靠稳 导致反弹曾经反弹654点 高位见过41,000点 收市升幅收窄到484点 收报40829点 升幅1.2% 标指亦升1.2% 收报5,471点 纳资金融中国指数向上升0.7% 欧洲股市普遍做好 富士指数升1% 招点股份 Tesla反弹2% 苹果推出iPhone16 发布会尾段 公司股价一度逆时跌超过1% 收市轻微向上 Google股价逆时向下 新变股方面 NVIDIA反弹3% AMD升超过2% 数据分析公司PLTR和DEL获纳入标指成份股 股价分别是秋升14%和3%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价科网股ADR 普遍被上日收市各别发展 阿里巴巴在本港收市后获纳入港股通 美股做好的 折合被本港上日收市告出超过1% 腾讯、百度和京东都被本港收市低 汇空和友邦都被本港收市高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方向不明确 现在仍升至2点 首义终合指数要跌2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升至5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向上升至40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刻起 现在升至70点左右 恒指17,200点左右 稍后对原盘会继续跟进港股情况 昨天其中一个美股的招点 就是苹果新的发布会 正式推出了iPhone16 继续向摄影进攻 在镜头和收音方面 都有一些很强劲的功能 详细可以看我们的网站的详细报道 都有好几篇文章 多说一些内置的情况 例如Apple Intelligence 稍后推出 明年会支援中文 新推出的数部机当中 最便宜是6700港元 可以入手 这是昨晚的最新情况 较早前 最强的苹果分析师 就是天封国际证券的分析师 郭明琪说到 iPhone16系列 今年出货预估 由之前预期的8700万至8800万部 轻微再上调到8800万至8900万部 这就是苹果推出新手机的情况 提供多一个周边的资讯给大家 就是华为第一款的三折叠手机 就是Mate XT非凡大师 在今天下午就会正式登场 数据显示 现在预约订购的人数 超过了300万 昨晚苹果的股价波动挺大的 美市一度跌 挡近百分之二 收市就修复失地 Thomas 你昨晚有没有等到1点 去看他的新机发布呢? 我没有等到他的新机发布 因为始终是AI方面的配套 都是去到明年才会有 所以大体上 其实就向着一些镜头发展 以至到对应iPhone 15来说 一些硬件上的升级状况 其实都是一个意料忠视的情况 我想在那个惊喜度 就不是很大的 所以对于一众的投资者来说 可能都会去考虑一下 到底会不会有部分 希望换机的人 其实他就不换iPhone 16了 索性就等明年苹果公司 发布了有AI功能的 可能是苹果17 或者是苹果18 才会有一个换机的考虑 这个会不会导致到 在苹果手机的销量方面 会有些影响呢? 导致在美股的走势 反映到这个状况出来 我想就后续来说 苹果公司不能够出一些 非常斩新的硬件 例如Vision Pro这一类型 市场上是少见的 而是与苹果的其他电子用品 会有一个很强的联系性 这类型的产品才有机会 令市场认为苹果 找到一个新的增长引擎 否则的话 可能都会跟随着大市表现 如果整体的科技股 继续受压的话 苹果公司的股价表现 也是偏向弱点的 我们就谈谈宏观经济面上 刚才你也说到 债息倒挂的情况 就有一个逆转 因为在2022年7月开始 其实看到两年期的债息 就是高于10年期债息 市场一向就解决了 这个数据 是预视着未来的经济衰退的 但最新的情况 看到刚才所说的倒挂 是逆转的 最新的债息 就升高于两年期债息 但现在最新的说法就是 原来在债息倒挂的背景的时候 其实是未出现这个经济衰退的 反而在这个债息倒挂 逆转的时候 就代表经济衰退是很快的来临 所以看到早前一段时间 昨晚美股反弹 但再之前也会说 有一个经济衰退的忧虑 月头的时候 大家都好像有点担心 去到8月初 那个黑色星期一的情况 就是忧虑美国经济会出现 一个硬着陆的情况 现在最新又有一个 这个息率倒挂的逆转的情况 Thomas 你怎样去解读呢? 还有你觉得美国经济 出现一个硬着陆的情况 机率又高不高? 首先考虑一下 上个月初的时候 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动 一方面是因为飞龙数据 和预期的出入非常大 有一个反差 另外也是日元的拆仓潮率 两大因素 令市况比较波动 到了今个月 市场就没有什么留意 到底日元会不会拆仓 有这个状况 转移去看的时候 就是在飞龙数据 的确也是差过市场预期 但是比上个月的公布数值 有一个改善的状况 所以暂时来说 已经反映了 虽然美股是跌 但是要出现 好像8月初 一个这么大幅震荡的状况 机会就相当之微了 好 回头去看那个 知识的状况 10年期 那个知识率 开始是升的时候 其实 最主要的考虑 市场会想 应该 短债的需求 相对长债的需求会大一点 令到那个知识曲线 有一个回顺的状况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解读 至于 本身的知识倒挂 到现在 扭转的状况 为什么会和经济衰退 会有一个挂勾呢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背后的理念 就是 为什么债息升 就不是因为 因为我刚才说过的状况 相反地 其实就是 会考虑得到 债价跌 自然就相对 会有一个债息升的状况 为什么债价跌呢 其实就是因为投资者宁愿欠严敢 都不买债 所以就令到 债息会出现这个 升的状况